通了好大一聲 明顯是開槍的聲音 在仔細看一名男子逆向逃跑 後面追他的還是一名員警 目擊民眾車在往前開 這部白色休旅車撞爛 駕駛就是逃跑的林姓男子 拒絕警方攔查開車撞警 但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何被警方盯上 事情到回幾分鐘前 根據目擊者轉述 林姓男子開白色休旅車 在高雄前鎮雯林街 看到一名無心路人 竟然直接把人撞到 還拖行五公尺逃逸 附近民眾趕緊跑來 關心路人的傷勢 沒想到肇事的林姓男子 竟然又回過頭 企圖二次對傷者碾壓 最後一名健毅勇為的工人追上去 用鐵棍打碎對方的擋風玻璃 林姓男子才駕車逃逸 關起來就給他撞下去了 所以是蓄意的就對了 感覺像是蓄意的 不然你這場撞到人你會挺他 他真的要回頭 目前民眾趕緊報警 援警調派大兵警力巡線逮人 警方追捕開了九點三公里 雙方在小港沿海二路上發生擦撞 警方開了十二強逮捕到嫌犯 而且當時肇事的林姓男子 還倒車撞警車 實在有夠囂張 去不停車 衝撞我們原警 我們原警所開的巡邏車 我們原警在情景之下的話 一路也是對空名槍 開了十二強 過程中還造成一名巡左 頭部瘀傷 手腳擦傷 強忍傷痛 直到逮到嫌犯才就醫 分局長也製贈水果禮盒 還有微溫金給原警加油打氣 直至零星嫌犯 開車撞路人 肇事逃逸又衝撞警車 加上可能是蓄意撞人 他的車又被搜出十多本的存折 警方認為這案情不單純 將深入調查釐清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無數據 打氣 请不吝点燈